各位好 我是陈一佳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2013年8月8日星期四美股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三大股指从开盘的时候一度是呈现上涨 之后跟随油价的下滑就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抛压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纳指依然是上涨0.2% 那道指的涨跌幅是0.2%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一直是在震荡 现在的涨幅只有0.03% 在今天原材料板块是走势最为强劲的 但另一方面的电力以及电信等板块则是出现下滑的 首先关注一下来自于海外的一些数据 中国今天公布了最新的进出口的数据 还是给出了相对乐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前行 证明了经济可能确实较为稳定了 那使得原材料的价格在今天出现了 标升也是支撑了原材料板块上扬 尤其是像澳元也跟随出现的时候 想想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币和币托公司 在美股交易方面也是呈现了正面的上涨 另一方面今天的美国本身的经济数据也是不错的 本周首次失业人数依然是在低位33.3万 另外就是这个数据 四周来的平均值降到了2007年11月以来的最低值 所以对于市场也是有改善的 现在在汇市方面可以看到美元依然是走软的 而黄金的价格在今天是上涨到了每盎司1307美元 而原油的价格则是下滑到了每桶102.56美元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公司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一系列的财报 Tesla在昨天盘后公布的业绩呈现 整个的增长比较的强劲 同时他们的利润也是不像市场预期的会亏损 而是每股盈利20每分 目前支撑股价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 再来关注一下T-Mobile也是因为有好的财报 股价现在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再来关注一下Groupon 他们一方面是有了好的财报 这样一个消息的支撑 另外是公布了新的CEO的任选 目前支撑股价出现大幅度的上扬 而Green Mountain则是在相对批软的一个数据之后出现了下滑 另外再关注一下就是麦当劳公司 他们最新公布的7月的全球铜键销售 是呈现0.7%的环比增长 那高于市场预期的0.3% 那股价一度在盘前交易呈现上涨的 但现在又出现一定程度的抛压 最多关注一下就是银行方面 摩根大通表示他们正在接受 联邦对他们的一个和来自于房贷相关的 一些销售方面的一些形式调查 目前这个消息只有他们公司的股价 在今天是呈现比较明显的下落 以上就是周四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